欢迎收看股市蔡英斯坦 我是黄金如Ruby 首先要请观众朋友们 记得帮我们的频道按赞订阅加分享 另外透过音讯以及Podcast 收听的听众朋友们 也请记得要到YouTube搜寻 股市蔡英斯坦 就可以看到 摸入头顾 蔡英斯坦蔡正华老师 精彩的股市相对论的教学 那么今天的台股是下跌了91点 收在12827点 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有提到太阳能股 一定会出现大幅的震荡 那么果然有几档股票 投资朋友们 昨天如果有追高的话 今天可能就会比较难过 当然我们的四大区块 还是没有改变 包括了绿能 生计 汽车 还有NB 只是接下来 就要看能不能找到 新起涨的下一棒的受贿股 那么要做绿能 就要找最会做绿能的老师 赶快有请 摸头顾 蔡英斯坦 蔡正华老师 老师您好 若比好 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您昨天真的是神育人 有几档最强的股票 昨天就跟您昨天说的一样 就是碰到了跌停板来洗盘 而且也出现的背景是 被分盘交易的股票 真的就跟您昨天说的一样 对 就是这个其实 我就以前跟各位讲过 就是说 专责在操作股票上 那么你的想法 就会跟分析股票不一样 分析股票 你就会去讲一些什么 比方说 这个蔡总统他讲到那个 2025计划 对 然后那个我们的绿能 要变成亚洲的中心 等等之类的 那其实这也根本就不是新闻 其实 更早之前 其实你如果要讲更早 更早 更早以前 事实上 在上一任的 这个政府就已经在讲这个事情 政策当中已经有了 对吧 就是根本就不是我们说什么新的题目 但对于操作来讲 你一定等到转强才进来 所以你看我们做绿能做了大概差不多两个月 那等到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市场上一大堆人来追了 对 蜂勇而入 那你就可想而知嘛 卖点也差不多了嘛 是 还有一点就是说 因为过去我们曾经跟各位分享过 就是说 这个绿能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是从生计股来的 是 因为这两个都是最认同所谓的政策的这个效应的这个资金嘛 是 所以它的习性也会差不多 那以前我记得我们在做那个生计的时候 因为本节目在开播的时候还没有 我们生计已经做完了 是 我们已经转到太阳能了 那说到这 你当时如果是找到我们以前旧的节目的话 我们的生计股其实也是这样做的 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看 其实今年来讲所有最强的股票 它其实都会有一种跌听翻洗牌的效应 是 那么我们举个例子 像今年来讲 上半年我们说 在这个生计检测的部分 举一档股票叫瑞基 非常的强势 那这个股票当时从什么地方开始涨呢 从大概70几块 涨到大概400多块 就是大概4月份的时候 对 你看这个现行 400多块 那其实你仔细看一下 就是 就比你看一下 像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 这一天是所谓的4月28号 你仔细看 这个股票呢 你看那个瑞基 大概是17 它从当时80块这里开始起涨 那为什么 因为它做那个检测 就是那个新冠肺炎的检测 它一路涨到什么时候 涨到200块 80块涨到200块什么概念 200万进去500万左右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它涨多了 会进行所谓的什么 跌停板洗牌 你仔细看 这里是不是跌停板 对 28号嘛 那再隔一天又跌停板 对再一根 两根跌停板 是 对不对 是 那你看哦 假如说呢 你是在这一天才来追 那意味着怎么样 20%的拉回 你如果200万的资金 20%是什么概念呢 两天赔掉40万 对 对 吓得吓得吓死 是 你不要说你吓死了 第一个 我看家庭都不合 对 对不对 但是有的人就会告诉你啊 说你看吧 涨多的不能追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事实上呢 如果你敢去接这个第二根跌停板的话 你会发现它股票从160又涨回400块 是 所以你看哦 好好一挡股票 有的人他可以搞到请家荡产 然后这个 从此离开股市 一卖掉股票就大涨 那有的人呢 四两拨千金 低买高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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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趟 对不对 改变三代命运 对 本来房子贷款还付不清 现在直接搬到大安区 直接买三栋 对 直接买三栋 那到底为什么 很多人到底为什么 股票这么担当做 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以前跟各位讲过 做股票的概念 就跟做菜是一样的 你所谓的会买会卖 这个叫做料理的方式 大厨有他精湛的刀工 对不对 是 他有精准的这个时间的拿捏 跟他敏锐的嗅觉 跟无性的创意 这叫做你的厨艺嘛 你就很会做菜 你这个就是很会做菜 但是我问各位 你拿发臭的鱼给他 他做出什么东西 他做不出来嘛 对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条上好的鱼 上好的肉 上好的台湾米 这叫做第一要钱 是 这就等于是什么 选骨 是 你到菜市场你不用选鱼吗 你不用选蛋吗 你不用选菜吗 你要会挑吧 叫做选骨 选回家以后你乱煮一通不行吗 你说你拿给振华做 我也不会做 我乱多一通 人家去炸了 对不对 人家生气的要命 这么好的材料 你拿去炸了 我会不会别招吗 对不对 厉害的厨师 你给他上好的肉 他就会开始给你发展 这个我们这个肉 这个肩胛部位 因为含有油脂 要煎七分熟 那他这个可能是瘦肉的部分呢 我们维持三分 保持他这个嫩度 因为他这个肉很好 三分没关系 但怕他上面太干涩 对不对 上面再醉一块什么 培根 然后呢旁边佐奶油 做成什么 咸味 哇听了我都觉得好想吃哦 好厉害哦 你知道 就是说一档好的股票 它本质是好的 它在上涨过程中 偏偏就有人乱做它 你看像太阳能 好端端的 偏偏就是有人昨天要去追 是 我有叫你昨天去追过吗 没有嘛 你听我讲绿能讲两个月 我就告诉你 涨多的不要追 我们买什么 隐藏版的刚开始 没错 所以说证明一件事啊 你做绿能 你就真的只能找我们最会做的嘛 是 那刚才这个Ruby就讲说 神域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经验的过程 因为做强势股 我们太有经验了 就像我们刚才拿这个例子来给你看 今年的生计股也是这样子啊 是 其实今年的IC设计股也是一样啊 你看一下6531的爱普 这爱普今年在上涨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地方 大家来观察一下 这个不叫做跌停班洗盘吗 对 对不对 是 他当时这个位置连涨好几天 你看往下杀的时候 从这个 这个3月12号往下一路杀的时候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段 你当时上涨的时候 你看这个地方多强 是 连涨好几根 那你说哇这个涨多拉回 你看追到高点 反弹解套你把它卖掉 对不对 是 你130把它卖掉 爱普你把它卖掉 真抱歉 人家涨到500多 跌停班洗完 涨更多 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一根 6月5号 这里把我们放大 你看 刚好就来给你杀一个怎么样 吓死你 跌停班洗完 结果那一根你没被洗掉的 网上直接走到500多块 是 那这里就说明一件事 就是说 涨多的股票 它出现跌停班洗盘 是很正常的 是 那么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 高档又闪掉这一刀 钱在你手中 龙魂的邀请就来了 是 你反而可以低接嘛 是 你的节奏就不会乱 所以 我最近就看到 听说了 这个我是不知道是谁 这我们观众自己讲的 是 听说有人市场上 自称太阳王的 怎么可以把我们的名字 对啊 怎么可以跟我们端走呢 对 那我就不好意思说 难道要我们升格为太阳神吗 那我就不好意思讲 就是说 股票不是你光会 埋头苦买 对不对 这个闷着头狂买 是 那你这个撞了买头包 你也会懂卖吧 是 对不对 所以我们节目 希望要跟各位讲 做股票是这样子 第一个 买强势股 但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要买底部 然后呢 过热的时候 你要散开这一刀 因为拉回会有跌停满洗盘 然后再把这个高出的股票 准备低接回来 是 这个就是先跟各位讲 我们的逻辑 是 但如果讲到这个地方 很多观众就想一件事 老师那不可能啊 怎么做得到 你听我节目听两个月 你都看到 你还说做不到 你照我的逻辑不就做到了吗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讲这件事情 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 没错 因为我们节目 这个再过两天有异动 我们丰富台的节目 就是做到这两天为止 对到 所以大家第一个今天要做的工作 先加我们的LineAid 没错 赶快加入我们蔡英赛老师LineAid 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 G-O-L-D-M-O-N-E-Y 168 赶快加入 对 因为你加入这个LineAid以后 我们会在盘中有节目的连结 对 所以你收盘的时候 那看到这个连结 你点进去 就是我们节目的内容 是 也就是说我们的节目内容还是在 只是没有放在丰富台 是 好 那我们说第二个方法呢 如果你用YouTube 对 你可以搜寻关键字 第一个关键字叫蔡振华 蔡英赛老师的名字 蔡振华老师 第二个你可以搜金钱到 是 迈向金钱之路 金钱到 金钱到 很好记 好 那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了 是 找到以后呢 第一个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从此以后你就不会再错过了 对 就是每天节目一到 那你就知道 这个要点来看 是 所以节目还是找得到 那先跟各位讲今天的重点 为了要鼓励各位 我们要放一个神秘的股票在里面 但是不能讲哪一天 说不定是明天或是下个礼拜一 不能讲 搞不好我在礼拜天晚上三点 偷偷的 又偷偷的放 看谁没有打开通知 就错过了 我就告诉你们 就是藏在一个地方 所以就是要告诉你们 今天加入Lite 因为好处其实很多嘛 你看单警 对不对 我们每天盘中都有收到老师的消息 对啊 然后我们又讲一些 这个像我们今天有跟各位讲一个小金几 他一些绝招都在里面 对 所以那如果说 以上的说明大家还是不会用的话 来我们可以用电话 那可能有一些比较年长的哥哥姐姐 对不对 是 那你就来电询问小帮手 他会帮你用 你就打电话进来 他会教你怎么用 是 那可是你要有一次手机了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主题 就刚才Ruby讲的 不管再怎么看好某一个题材 那个族群 那你要遵循合理的买卖点 才能够操作 是 所以N字突破是所有 所有上工的一个精髓 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达能今天 跌听版嘛 因为它20分钟一盘 是 所以你看啊 像上次那个什么 合一啦 今年上半年啊 像那个 瑞基那些 这些股票都是一样 第一次分盘交易 预收款金的时候 都惯一根跌顶嘛 是 那实际上 在这个地方 等你闪过这一刀 如果你昨天没有最高 对 打下来 其实你下礼拜就有低点了嘛 是 那买点是哪一天 我们在Lilet里面 跟大家公布好了 是 好不好 就是我告诉你 那买点到的时候 我们在Lilet里面公布 但你要先加入我们Lilet里面 加入我们Lilet 好处多多 对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所有的股票啦 是 然后台积电 第一个 这个台积电重点 可是因为台积电的法说 大家认为 台积电的价格太高了 去压保台积电的法说 这个CP值不高 所以市场上很多人 去压保台积电的 半导体设备 是 那因为你盘列 日后要买设备嘛 所以你看 投信这次压保的是军号 是 那单从军号的 这个走势来看 我们坦白讲 你说这个买点 真的是在今天吗 倒也不是 熟悉N字突破的朋友 仔细看一下 这里是不是一个N字上工 对 这是一个拉回 准备做行酒 对 这里是不是第一个日出 第一个日出 没错 这里上来是不是 从当时的25块 一路拉到今天 越过30块 来到31.9 是 这个军号的走势 是 所以实际上 N字突破的逻辑当中 我们讲说 一定要先找什么 创新高的股票 像这就是一个创新高 那有人说 创新高怎么不涨呢 那正常啊 空头抵抗嘛 是 你空头抵抗拉回 你这个不买 那没办法 所以我们教的东西 就是不是教你去追那种 像你看哦 今天就算是给你一档军号 还是有人会去追在这个地方 27块这里 尖尖的地方 是 然后下来停损 你像不相信 或者是 在这一天 你看 9月中旬的时候 去追27块 上个礼拜 军号可能27块 解套嘛 解套卖掉 昨天涨停 今天再涨停 然后就哭了 就哭了啊 那为什么股票会做这样呢 就是因为节奏上的不对 是 因为创新高 空头抵抗不追 拉回准备日出 找买点 是 尤其你看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走势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达能 今天就直接跌停 是 昨天买 追到涨停板的 今天真的不知道多难过 对不对 但是实际上我们昨天也通知各位了 那达能我们在很久以前 在两个月之前 其实就已经跟各位讲过 也不是今天啊 是 当时跟茂迪一起涨 对 那你仔细看达能哦 事实上在8月中旬的时候 他这里有两根跌停洗盘 所以达能的跌停板洗盘不是第一次 是 这是他的股性 你看他在9月中旬这一波拉回 也是跌停板洗盘 是 很正常 那既然你知道 为什么不等他跌停再买呢 对 你为什么要高涨追了 然后杀一根跌停 然后在这边痛骂半天 结果两个礼拜之后 你可能在这边解套卖出 追在这里 然后这边解套卖出 后面又涨三成 看到又退出股市了 所以N字突破很重要 就是节奏 那就是跟各位讲了说 短线涨高不要追 但是呢 拉回要找买点 是 这里就是一个上升趋势线格局 只要你一破我们一定是都出的 对 这没有什么好讲的 那这是第一时间就先不要追 我们知道我们昨天跟各位讲的 已经涨多的不用帮我们去抬轿了 是 确实也不用 因为我们成本实在是说 实在很多股票太低了 你帮我们抬 我们心理压力也觉得很大 也不会感谢你嘛 是 对不对 你说里面有的人赚了 可能 也不知道 50 80 100的都有嘛 那你说你进来 共襄盛举 结果今天 或昨天像昨天我们那个 有带我们家族的朋友 元金有高出嘛 是 那你今天这样打下来 我们也觉得 昨天套牢的人真不好意思 那没办法 因为股票就是这样做 就我们低档有劲的 高档只要在这个地方 吃手吃的上升趋势线 我们一定会出的嘛 是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国术 那有的人他可能就来跟我抬杠 老师你不是看好绿能吗 你这句话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对 这句话没有办法回答你 我该怎么举例呢 好像说 我在干什么举例呢 这个实在是 不知道该怎么举例 好比说 好比说你这个股票上来 上来的过程当中 大老师你不是看好吗 但是你 我不说我看好 我在80出掉 60买回来 我看好他到160啊 但是我犯不着在80追他 对 眼睁睁看你回到160块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80去追可能只能买20张 但你等到拉回60再买你可能买30张你知道吗 对是 你同样目标价走到160 你买20张跟买30张概念怎么会一样 但是完全不同的嘛 所以这个实在是要再次跟各位讲 因为我们的节目比较特殊 如果说照一般这种网红再讲产业的概念 我就纯粹跟你讲讲太阳冷 说这个2025我们国家需要这个20G 哇有多少的缺口 那需要多少的电厂等等之类的 那跟你讲说谁是高阶制程 那这些东西就很学术上的东西 但是它不代表你股票不会追高 对不对 就像你前天去追台词电 你期待它 法术会给你一个很好的答案 但你事实上目前为止手上就是套牢的嘛 那这就是说股票 它正在做的时候股价跟你研究内涵是两回事 但是呢最高境界它必须是什么呢 股价内涵去反映你的股价 那这个就是所谓最高境界 也就是说呢 现在股价在涨是反映你还不知道的事情 实际上它一定有它的原因 同样下跌也是一样 好那我们看一下这国硕 那国硕因为它会涨比较晚 这个我们看到今天涨就相对比较彪悍 那未来注意几个重点 你听清楚 首先是多头惯性 教各位一招 实际上从这一轮日出以来 它是不是每一天低点都没有被跌破 对 你仔细看 如果你有K线图的话 你把202打出来 是不是每一天的低点都没有被跌破 对 所以当它收在前天低点下方的第一天 就代表惯性改变了 是 所以就很简单嘛 就是你不要在盘中的时候不要追高杀低 那很简单 你就日出买一趟 然后呢 守昨日低点 是 你就可以把整个波段做得很好 是 所以股票哪有难的呢 其实就是一般投资朋友们太 把事情想得太复杂 就是要好好掌握那个节奏 你没有把基本的动作做好 想要打花枪啊 你知道 就是因为有人想要卖到最高点 买到最低点 他想要投资抱着拉到最紧绷 对 但是 就像我讲的嘛 就是说 你前面5%跟后面5%不要 你可以稳拿中间90%吗 是 那这是不是相对比较漂亮 是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个硕和 那硕和的话 因为它之前没有涨到 你看很明显 所以我们说 你看大涨了不要追 其实后涨了还有空间 是 你看今天硕和就涨得好好的 它没有被涨下来 对 那原因你说 为什么 因为人家八九月都没有涨啊 人家八九月都没有涨 你看元金安吉 你看茂迪 人家八九月是涨那么多 涨了一倍两倍 那已经是上来 人家这个是还没有涨 人家多涨两根 也没有什么话说吗 没有人会找你麻烦啊 对啊 对啊 所以说就跟你们讲说 已经大涨了不要追 你找那种后面上来的 好 那我们今天来举几个例子 你看 我怎么来证明这一点 国内有一个市场 叫新贵市场 是 你看哦 硕和手中有一只太阳能的小金鸡 你看这个线形 在新贵当中 它九月份哦 是转亏为引 我们不发表新贵的看法 因为新贵比较特别一点 但是我要你看观察一个现象 就是说 你看哦 你看这个股票的线形 它挂牌以来 从来没有出过量 就周线的观点而已 也没有出过量 突然你看这个礼拜 对突然一个大爆量 那是不是代表很多人跳进来 是 因为它怎么 转亏为引 是 那你还记彼此的 投资人们记彼此的 当时茂迪为什么开始起涨 转亏为引 转亏为引 没错 这一轮 那个联合再生 为什么大涨 也是转亏为引 这就说明一件事 就是说 市场会去复制 什么叫做 市场上的主流 这种价格模仿理论就是 有的股票你涨了一倍 两倍三倍四倍 涨很多 甚至于我们讲时间 你涨了一个月了 但是当市场发现说 有一个现象 有一档股票 有一个族群 它的题目 它的题材 跟上一次那个大涨的差不多 大家就会去找 所以这里说明一件事 市场上其实是在找新的太阳能 所以如果你能够找到的话 机会就属于你了 是 好 那我们结论就是 真的不用去追那种 已经大涨了 完全可以找新的股票来做 没错 好那这元金我们就不讲了 短线上 就先上升趋势线 在这边有一个失手 跌破就先出 对 那我们看到 这是安吉 那安吉的话是 没有那么明显 因为安吉我们看到 因为它涨幅没有那么大 那这帽底 继续等它整理 等它中断整理结束 联合再生 今天我们看到 那因为呢 它也是涨幅没有那么大 所以今天没有留上一线 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因为它是属于 不能当充的股票 所以它的卖压会出现在明天早上 也就是说呢 当你卖压出现的时候呢 一样 你不能够把 前一日的低点跌破 收在它下面 因为这是一个带大量 你如果出现这种现象 代表有新的股票套牢了 是 好那环科 我们接下来跟各位讲的 汽车概念股当中 这一次同质涨得最好 是 所以我们说 不要因为这个绿能概念股 一直在大涨 就忘了其他三个板块 板块 没错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今天果然就是怎么样 十几块拉出第一根 是 永远都有新机会 周周二十万 跟各位讲 那同质当然短线就不要追了 是 因为你昨天过高 今天一定空有抵抗 你看一根黑棒 那你还不如就是很简单 轻轻松松 这十几块 先布局下去 今天晚上就工赏厅了 是 好那我们来看望久 那望久讲一个逻辑 叫智慧电表 是 就是未来的智慧能源 除了发电之外 智慧电表是其中之一 因为智慧电表的话 它就是可以双向 双向运用 其实很多电是浪费在 一种测计跟这个 传输的过程当中 那未来智慧电表的话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盛达 因为我们当时说 很多股票 有太阳能电站 或者是电站的零组件 这个变得器的经费 只有占太阳能电站 十分之一 那回头来看 盛达今天再创新高 今天就没有出现 很多的股票 怎么样 撒尾盘的现象 那应该在哪里呢 因为人家在过去 这一个半月当中 没有什么涨 对 那这里就再次跟各位讲 现在有一些涨多的股票 你看它跌下来 觉得很可怕 就像是上个月 盛达跌下来这里 你也觉得很可怕 其实说不定是个买点 对 那你节奏一定要踩对嘛 就是说 大家记住 先卖出涨很多的 但是不是叫你放弃它 是把钱拿出来买刚要涨的 赚到了以后 再把钱回去找 你上次那个老乡好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轮盘这样子做嘛 是 你这样子才能够把你的手上资金做运用 是 要不然每次都追高杀低 其实再好的股票 就跟一条 你买再好的鱼来也没有用 乱做一通没做好 就是那种煎鱼有的技巧 你知道 是 你翻过来没有煎鱼变鱼松 整个鱼烂掉 对啊 可惜了 这可惜了 再次跟各位讲 就是这个概念 做菜跟买鱼的概念 好 那这样做股票跟选股的概念 其实是一样 那我们看力震 那其实这个拉回 前一阵子有朋友抓到这一档 其实力震的概念就是一样 拉回我们看到日出棒的格局 在这一根红棒当中 所以日出形态的确是 很有效的一个模式 是 那有的人会问到说 为什么我找了日出形态 结果不会涨 很简单 我刚刚说过了嘛 因为买那条鱼本来就不新鲜 对 选股就选错了 你从一开始选股就选错了 你是要选股选对 然后再来好好的料理 对不对 这个东西才会变成 这个互相有效 是 好那单景今天创新高 简单来讲就是 你可以看到 前期如果布局在这个地方的朋友 今天就不要追了 今天反而过高的过程当中要怎样 找机会先短线卖出一趟 然后呢 在空落抵抗结束之后 找机会再买回来 那有一颗 这个是 也一样 太阳能薄膜的制程跟设备 也有半导体的设备 那这里注意 那创高之后 我们看到留一个上影线 但是呢 是告诉你不要追 没告诉你说拉回就要做投 反而拉回来是要找一个布局点 好那同样的概念 我们就来讲陆海 那陆海这张股票 我们看加速线上上嘛 是 那今天跌破了对不对 对 那我们就出嘛 是 因为当时来跟我讲 这是一个很好的分享的一个素材 当时这里在13块 你说这里在17块 假如说 有的人说 我有赚先卖一趟 那他可能会卖在14这里 那你早上17是不是剩下3块没赚到 对啊 但是如果说你到17也不卖 对不对 假设你到这边也不卖 你说老师你目标价不是看更高吗 就像有的人他可能会给目标价 但不是我给我举个例子 随便讲 假如有个人 我说假如 他目标价看20好了 举例 假如看他20 那你现在股价下来 你说我不要卖 因为目标看20 那也不对啊 因为万一你20不来怎么办 因为他只是一个设定的目标 对啊 所以为什么N字突破重要 因为N字突破表示说 重点是 每一个涨失都是N字造成的 所以呢 一旦 这里出现一个什么 往下N的过程当中 你这里可以先出 为的是要什么 你提防 提防出 反攻的时候不过前高 你这里可能会变M头下来 对 你这会先出吗 你若不出的话 你这个就相对危险 那我们来看到 类似的现象出现在 我最近随便举个例子 你看冲态 那你看冲态的格局呢 上升格局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无论如何先出一趟 对 破上升趋势线就先出一趟 是不是先出一趟 是 你不出你看你下来什么都没了嘛 这种现象也发生在今年很多的股票上面啊 像今年上半年最红的那个耳温腔那个热印 对不对 好那你看这多简单 你这个逻辑很清楚 直接破了就全出 对 那你说老师又上去怎么办 算了啦 你再找机会接回就好了 对再找日出点再买就好了 因为你就算上去了 你还是会有一个下一次的N 回来的这个地方给你买啊 是 对不对 这没有什么啊 所以操作股票大概就这个逻辑啊 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资金出掉了以后 我们把资金跳到这里 来跟各位讲 硕核是当今最强的嘛 其实国内呢 还有一档太阳能被引导电疆的一个概念 你看这个股票都没有动到 是 我们等于是你这个先获利出 然后转进来嘛 是 那这里也邀请所有的朋友啦 来跟我们一起来做布局 后面的布局 就是我们刚刚讲过了嘛 是 今天来到我们Light的朋友 我们会在未来 包括这个安吉的接班人 然后另外我们来看到 元金的下一档 对 我们都会在Light里面不定时来跟各位做分享 所以今天先加我们这个Light 然后以后就从这个地方看节目 是 没错 我们现在在手上有小硕核 元金第二代 在等着各位的加入 跟我们一起抢先来布局 那么呢 就一定要加入我们 蔡英斯坦老师的Light 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 G-O-L-D-M-O-N-E-Y 168 而且这两天老师有说 只要你在Light里面输入 我要加入 振华就帮你出一半哦 你只要讲我要加入 那个费用 振华就会帮你出一半 你一半 老师一半 这样好不好 就是我们这两天的活动 就倒数两天的活动而已 大家要赶快好好的把握 赶快输入 小老鼠 GoldMoney168 小老鼠 G-O-L-D-M-O-N-E-Y 168 加入之后呢 立刻私讯或来电都可以 我们会有专人来为您服务哦 那么今天的呢 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边 谢谢老师 也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